一张鱼器朱正廷开思张鱼器和朱正廷 一起合作了当真人秀节目钢音节目中 朱正廷这个钢铁 实难一直吐槽张鱼器素颜很丑 旁边的田亮各种暗示夸赞 也没能唤醒沉浸自己美貌的朱正廷 还接着说 张鱼器样子不看连毛孔都看得见 不少粉丝看到这幕 纷纷跑去张鱼器那边 替自家爱斗道歉 二董璇落魄开工董璇 早就吸引回家当着挺处复了 但现在为了高云翔和家人 不得不火力全开付出 赚钱养家这次回归董璇 靠着老朋友帮忙也拿了一些资源 可刷脸也是要吃些苦头的 董璇在车库开工拍摄期间 努力微笑休息期间 整个人都有些腿 看来 骤然回归工作压力很大三五蕾演技 未潮五蕾是有演技的 但还不够出色 今年热播的网剧 演技就能看出有些不足 当然这个也和编剧片方有关的剧情出水 就暴露了很多细节上的缺点 五蕾的团队 也是家都市管理 妈妈和姐姐打理她的经济事务 最近正在接触一部翻拍日剧电影情书四 王嘉尔被排挤 王嘉尔出席活动 多次被主持人忽略轮到她发言的时候 还被主持人抢戏打断 嘉尔综艺方面的资源 邀约很多线下和YK那边关系缓解 一起合作了一大新综艺 五一能静又惹事了一能静和网友之间 一直都是相爱相杀的关系 有些网友很喜欢她 但同时也有些网友只要看到她的动态 就立马开启嘲讽模式 刚刚一能静和老公秦浩一起出门逛街 被路人拍下照片网友 就嘲讽她像大妈 比微博的照片老了二十岁一能静 也是快五十的人私下状态真心不错了 王晴瞧不起Sashire王晴 就是领域传媒家的练习生之前 参加过101的 当时比赛期间还偷偷空降粉丝群 嘲笑Sashire长得丑 但站在旁边能衬托自己的美 王晴靠着选秀节目拨来的热度 在公司的安排下去演戏着 他主演的古装玄幻电影 刚在横电那边杀青 此外公尽 此阅